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乐财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具有食尿 和营养价值都非常高的芋头炆鸭 我们准备红葱头一个 三扒两瓣将它剁成蓉 准备一点薑 然后快刀斩乱麻 将它剁成蓉 准备几粒蒜头 将它拍扁之后 将它剁成蓉 我们准备芝麻酱 花生酱各一汤匙 南乳两块 腐乳一块 猪猴酱三汤匙 海鲜酱一汤匙 将它搅拌均匀 烧热 将姜蒜 用油炒一炒 然后加上 刚才调好的酱 一起放下去炒香 它 一直炒到你闻到香味 那就证明可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加入三汤匙多的花雕酒 进去 鸭身内外都搅拌均匀 然后呢 将刚才炒好的酱 这样呢 加入半汤匙多的五香粉 因为为什么刚才炒的时候 不放五香粉 因为五香粉 如果太热 下去炒 就会变苦 所以我们等 那些酱 放冰了之后 再加五香粉 那我们用炒好的酱 这样呢 将鸭全身擦均匀之后呢 就放入冰箱 冰过夜了 好了 第一早 吃完早餐 那我们准备开工了 那我们准备一只沙角呢 将它切成厚片 和芋头半只 也都将它切成厚片 那么就尽量厚度 切到均匀少少 那我们烧热的锅 下油 将油温尽量热少少 然后将芋头两边都煎到它 浅黄色 那它的作用呢 是 吃起身 口感会更加的粉些 和芋头的表皮呢 会起了一股保护的作用 一会炆的时候呢 那些芋头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烂的了 好了 两边都煎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可以将它夹起身 煎到这样 两边都这样的颜色 那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将鸭呢 放到锅里 煎到它八面都金黄色 那要不停地翻一翻 以防它黏底 那就可以了 放到沙骨 和剩下的那些酱 一起炒它 好 好 少少的花雕酒 增加香味 然后放鸭 在锅里 然后加两大碗的水 盖上盖盖 盖上盖 煎它25分钟 然后呢 25分钟之后呢 将它翻一翻转身 再炆到另外一边 盖上盖 收小一点点火 再炆多10分钟 再将芋头 放在一起 再炆多15分钟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 将火 尽量收小一点 好了 时间到 好期待 哇 香气 撲鼻 那我们将鸭 撈起身 我们将一些 芋头 沙骨 都装起身 等鸭冷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斩件了 那这一道 芋头炆鸭呢 看来 好像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如果你要将它做到 好像舌尖上的美食呢 其实大有乾坤的 如果烹制方法 和用料正确的话呢 加上你用心去掌握 每一个步骤 那炆出大师级的出品 是一点都不难的 那这道芋头炆鸭呢 融合了芋头和鸭的功效 那更具有食料的价值 那我们好了 现在淋上酱汁 那就可以食用了 那由以后先煎过鸭呢 那变得现在出来 那些颜色就很漂亮了 哇 试一下 哇 非常香浓 那些芋头呢 mirror 气 Create 那些芋头呢 提早即兴看 多谢大家 下期再见